欢迎收看老宝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续部 令人心悸的微电影 《快步灵奇》 圣诞节且新 家中的儿子独自在客厅看电视 电视上正在推销一款名为 《步灵奇的机器人》 这款机器非常智能 不仅能做家务 还能与人交流沟通 儿子十分喜欢 立马跑向厨房 打断了正在吵架的父母 表示自己想好圣诞节 想要什么礼物了 圣诞节时 儿子如愿得到了步灵奇 并很快与步灵奇成为了朋友 时常一起玩耍 而其中他们最喜欢的游戏 便是捉迷藏 可时间已久 儿子很快开始厌烦了步灵奇 因为他始终只是个死板的机器人 此外 在父母争吵中度日的儿子 虽然早已习惯 但渐渐得他也深受影响 这天 儿子在和步灵奇玩捉迷藏 但步灵奇太慢 等他找到儿子时 儿子早已对游戏失去了兴趣 步灵奇不懂儿子的情绪 依旧问他 还要玩游戏吗 儿子心生幻念 说是好啊 便让他出去 雨中数数 也不知步灵奇在雨中 站了多久 竟出现了情味故障 口中数得出已经混乱 家中的父母还在争吵 儿子凡照不已 走到院中 对着步灵奇 一同无力取闹 他既要步灵奇 24小时内移动不动 也不许他停止数数 还提来了一桶油鸡 故意泼洒在草地上 让他经历干净 明明是故意刁难 步灵奇却只能对儿子的话 逆来顺手 一个劲儿的喊着 没问题 没问题 儿子健壮更为恼火 对着步灵奇怒哄道 我说什么 你都会捉吗 那你能让我的父母 不再吵架吗 那你会听我的话 杀了我的父母 杀了所有人吗 步灵奇 依旧的机械般的喊着 没问题 没问题 见步灵奇发生裤伤 儿子大声喊来了母亲 母亲正在气头上 见草地一对狼奇 不仅责怪儿子 就是喜心厌旧 还扬言他在捣乱 叫步灵奇 将他当作 情理和帮人的对象 随后母亲让儿子 将步灵奇重启一下 转身进入屋内 儿子一臭满度怒气 但也只能听从母亲的话 重启了步灵奇 步灵奇也就瞬间 恢复了正常 晚上 儿子正在睡觉 步灵奇却闯入了 儿子的房间 儿子问他要干嘛 步灵奇只是喊喊道 我是想成为你的朋友 你吩咐的 我都会做 儿子并不理会 反倒让他出去 隔天 儿子正在沙发看电视 步灵奇走了过来 问他是否想要玩游戏 儿子现在已经厌烦极了 步灵奇 随手拿起东西 就吵他冷去 步灵奇指出 他将这里弄乱了 儿子反倒塌一耙 让他赶紧 将这里经理干净 步灵奇尊重了儿子的意思 转身朝厨房走去 晚餐时 父母难得 心平气和的一起吃饭 步灵奇在一旁后面 并随口问到两人 今天的晚餐如何 母亲开口 他说不错 问起步灵奇 有没有看到自己儿子 哪儿去了 就在餐桌 你们的面前 我把他经理干净了 还把他煮成了晚饭 你正在吃他 步灵奇平静地陈述着 反映过来的父母二人 脸色大变 结果在警察赶来之前 已经被步灵奇处理干净了 情绪不分对错 但又好坏 但你重处在负面的情绪中 五星当中 你和你身边的人 都会受到影响 而这 无论于你自己 或于他人而言 都是痛苦且残忍的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 就关注我吧